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中央打算在下星期三在澳門發行30億人民幣國債債券。 這筆債券會在9月7日發行。 特區政府就說歡迎中央政府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。 今次中央政府再次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, 支持澳門發展現代金融業和促進澳門經濟息度多元的重要措施。 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表示衷心感謝。 今次國債願向專業投資者發行, 進一步加強內地和澳門金融合作, 引渡優質發行人和國際投資者參與澳門債券業務。 亦都講到說要豐富澳門債券市場的產品種類同時, 亦都有助於活躍澳門利岸人民幣市場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。 其實澳門之前說要做金融中心, 其實可能都是要用債券來做一個起步點。 而之前澳門政府亦都講過是會考慮發債券, 因為澳門居民存款有6千億, 所以如果是發債券的話應該會有不少市民會投入資金。 但是這個債券的息口要多少呢? 還有要集一個幾大規模的資金。 今次中央在澳門發行一個30億人民幣國債, 他就說這個國債是面向專業投資者。 所謂的專業投資者是甚麼人呢? 其實估計應該是機構,又或者是所謂的銀行VIP。 暫時這個國債應該不會是面向全澳門市民的。 因為你一個60萬人的市場發30億債券, 根本就沒人可以吞得了。 話就說60萬人, 你扣了一堆勞工, 扣了小朋友還有老人家, 真是有能力買的人又剩下多少呀?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裡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咯,拜拜!